解放軍東部戰區在台灣周邊海空域實兵演練 表明是回應美台頻繁往來 和台獨勢力的挑釁 解放軍東部戰區的聯合火力突擊演練 星期二出動潛艇、反潛機、遷擊機等等 在台灣西南、東南等周邊海空域進行 東部戰區發言人說 近日美台頻繁歐連挑釁發出嚴重錯誤信號 嚴重侵犯中國主權和破壞台海的和平穩定 這次演練是根據台海安全形勢 和維護國家安全需要採取的必要行動 是對外部勢力干涉和台獨勢力挑釁的嚴正回應 強調會持續加強戰備訓練 有決心、有能力挫敗一切台獨分裂活動 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 在台灣 官方說對台海區域形勢 以及海空相關動態都有充分掌握和評估 並做好各項因應準備 而同日是中美817公布發表39週年 在北京 外交部批評美方違背公布承諾 歷屆政府向台灣出售總額近700億美元的武器 促成美方認清對台受武的嚴重危害性 停止美台官方往來和軍事聯繫 無論美方向台灣提供多少武器裝備都不可能改變兩岸關係的大事 更不可能阻止中國的統一進程 無線電視機長 曹嬌並報導 無線電視機長 曹嬌並報導 直到